他发现到要帮罗兰阿斯里在法庭都是最好的方法 而他看到很多罗兰阿斯里的问题是在他们贫穷 你贫穷你就要找钱 那么通常你要找钱的时候 就会遇到有些人可能利用他们 或者被人家骗等等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帮他们 怎么样从这个贫穷的环境出来 你在收听也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 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今天这集节目依然是能结合红耀和你一起来探讨 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嘉宾是OA Organic的Kit 在这些年来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趋势 就是人们都开始重视饮食的健康 也带动了Organic或是所谓的有机食物的风潮 如果我们在家里年长一点的长辈 或是年幼小朋友用餐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希望说可以吃得更健康一些些 其实这样子的一种风潮 也带动了很多的一些蔬菜农 或是一些农夫开始去种植这种有机的蔬果 其实说到这个有机的蔬果 现在它很像是一个潮流 然后大家为了让自己的饮食上面可以更加的健康 很多人会去思考到说 这些有机蔬果它的最重要的元素 或者是它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不喷洒农药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耕种的手法 其实它是更加的考验农夫去打理农作物 还有菜园的 所以如果是更加的复杂的话 很多人就会质疑说 不晓得会不会偷工减料 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的漏网之菜 是不是可以完完全全的百分之百的有机呢 这个是大家在用比较高的价位 去买这些的有机的蔬菜的时候 可能最大的一个疑问吧 对我们就是非常担心说你付出了这个多一点钱 可是最终它并不是有机 这个部分可能也是我们在买有机蔬菜的时候 非常考量的一个部分啦 那其实买有机蔬菜呢 不仅仅是健康的原因 其实它也有一种寓意 就是希望可以对这个地球 对这个生态的环境变得更加好嘛 对不对 因为减少用农药其实是让我们的土地呢 就避免受到更多的伤害 那其实如果这个有机蔬菜呢 不仅仅是环保对身体健康 如果我告诉你说可以帮助人呢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它就是更有吸引力的一种卖点呢 对确实啊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品呢 它都会带着这一种的附加价值 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购买的同时 也可以帮助到弱势 这样子会推动消费者更愿意去购买 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来访问到的 这一家OA Organic 它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附加价值 在它们的商品上面 如果你最近有去Jaya Grocer 或者是像我自己个人 其实一直以来的Jaya Grocer的一个常客 那我就常常看到它们有一个 有机蔬菜的一个特别的贵位 那么在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OA Organic的 这个标签在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找来到 我们开门见商节目当中的呢 就是OA Organic这个品牌 这个品牌其实它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在这家机构的背后呢 它们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它们就是看准了原住民家庭的 一些居住环境 有最贴近大自然的耕地 所以它们就把增加生计的机会呢 送到了这些原住民的农夫的手里 没错 它们就是负责连接这些原住民 教导它们怎么去种植有机蔬菜呢 并且跟这些像是Jia Gross的这种大品牌合作 把这些农作物呢 就销售给这些零售的这些业者 那我们今天欢迎来到这个 来自OA Organic的Kid 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他们的机构是如何打造 这个原住民农夫之间的一种 公平买卖的环境 那我们请Kid Hello Kate 你好 嗨 你好 谢谢你 是 其实我觉得OA Organic 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今天的第一道问题 就想要请教Kid 其实OA Organic本质上来说 是不是一个中间商呢 那如果是的话 你们跟其他的中间商 有什么样子不同的地方 这个OA Organic 其实是从这个KERSB 这个Corporacy 我们成立了这个Corporacy 叫Corporacy Economic Rakyat Slamo Berhad 在2015年来帮助这些 欧阳阿斯利种这个菜 so 可能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后面的背景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Mr.Ong Kwan Sien 他本身是一个律师 他做了律师好多年 然后他发现到 要帮OA Organic Rakyat Slamo 在这个法庭 不是最好的方法 而他看到很多些OA Organic Rakyat Slamo 的问题是在他们贫穷 你贫穷嘛 你就要找钱 那么通常你要找钱的时候 就会遇到有些人 可能利用他们 或者被人家骗等等的问题 所以他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帮他们怎么样 从这个贫穷的环境出来 你要帮OA Organic Rakyat Slamo 很多我们也是不了解 帮就是给东西呢 还是 就是说给东西是不好的 但是你要比较长期的方法 来帮他们 你必须要更好的方法 如果说你看OA Organic Rakyat Slamo 他们的环境就是在这个森林 打开 后门打开窗 打开 看都是森林 森林就好像我们 去市场市场 去广场买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 我们的森林 很多都是被破坏的 他们以前生存的方式 已经被破坏的 所以就是这样的贫穷环境 所以要帮忙就是要 怎么样能够 用他们最熟悉的东西 他们的环境 他们的森林来生存 那么就是从这一点来 这个KERSB 成立 然后开始是 大概14个村民 开始给他们种子 种 那是从14 然后到10个 然后最后呢 14个里面的 一个人成功了 而且我们也是要了解 OA Organic Rakyat Slamo 我们这些发展这么远 他们还没有跟上 因为他们一向也没有在城市 所以你要他们跟上 这个发展的路程 我们必须要开始协助他 因为我们已经能够 驾车 搭飞机的 他们还在跑呢 伸不上 所以你要他们跟上 就是你要开始 要有基金来防他们 所以就是KOPRAC 通过很多的基金 比如说Yayasan Hazana OA Micro Grand Facility 还有我们的 Ministry of Finance 还有United Nation Development Magic 等等的机构 给我们的基金 来帮他们 开始 所以从这个开始到 后来一个很成功 那么一个成功的 其他就看到 这条路行得通 那么行得通 人家就有推动力 那么其他就说 OK 我们现在看得到 那么我们怎么样 还可以把这个农耕 做得更大 那么就是这样开始做 然后因为他们的环境 很靠森林 所以很多他们种的东西 我们开始就是要做 organic 虽然是我们还没有拿到 那个organic 那个certificate 但是那个方法 种的全部都是没有用 那些什么pesticide chemical pesticide 那些全部没有用 所以这个已经是 很organic 但是现在目前 我们已经开始申请了 因为你要做更大的市场 你是必须要有那个 证实吗 其实all organic 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跟一般的中间商不同 就是他们是真正的关心 这个所谓的原住民 他们种植的情况 他们的福祉 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给他们一些 生存的工具 让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才可以摆脱一些 弱势的地位 那可能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其实你们在所谓的 提供培训的时候 究竟那个方法是怎么样的 能不能够具体给我们说一说 你们是怎么培训他们的 OK 可能我还没有讲培训之前 我就要讲到这一点就是 我们用这个方法 或者这个模式model 我们叫 Social Solidarity Economic Business Model 华语来讲可能是叫什么 社会团结经济商业模式 是很平等的 共享繁荣模式 Shared prosperity model Shared prosperity model的这个说 不单只盈利 大家分享 而且知识 我们的能力 我们也分享 所以我们有很多那些顾问 帮他们 教他们怎么样 多种的 怎么样管理这些 蔬菜呢 比如说我们讲 Blund Health Management 植物那些健康的管理全部 所以我们有各种 各样的训练 还有那些专科 来教他们怎么样做 是 那除了有这些专家来教导他们 来指导他们之外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OA Organic 有这个认证的标章的 这些产品 他们在一般 比如说我们在Jar Grocer 他已经是包装的 非常的精美 所以是不是说 除了指导他们之外 包括了在packaging 还有在marketing 你们都来帮助他们做呢 对 全部 其实我们帮他们做 很多不一样的 说 不单是这种菜单 好像说做账 你要做账 你要怎么样推销你的产品 还有你每一天种的菜 收成过后 然后你还要怎么样记录 全部这些我们都是教 而且我们还有给他们修炼 比如说 怎么样管理你的钱呢 因为突然间 你现在能够赚的比较多钱 你怎么样管理你自己的钱 不单只是农耕的问题 社会他们生活上需要的知识 我们也教 还是蛮全方位的在指导他们的 对 我觉得说起来很容易 但其实真的是很难 因为原住民我们都了解说 他们可能是跟社会 有一些些的距离 他们可能没有 我们在学术用语 叫充分的社会化 那可能跟我们这些城市人呢 可能会有一些些想法上的代沟 这个部分就想请Key也分享一下 其实你们在跟他们进行 这一连串的沟通的时候 在教导他们的时候 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可不可以分享一些案例给我们 主要上 因为他们 他们住的环境 一向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我们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我相信 用语文是没问题 反正都是马来文 而且主要的是 要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生活的想法 所以好像刚才我讲 Mr.Guan开始要认识 要帮他们的时候 花了好多的时间 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喝茶 了解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想法 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 有什么期望 他们要什么 所以要了解 然后才看是什么方式 来帮他们是最适合的 所以这一些是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觉得 我们应该是这样帮助帮他们 但是要了解他们要什么 才能够帮到 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 很多人在买这些有机的蔬菜 或者是食品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想说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子认证 或者是定义 它的definition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要如何去确保 这个东西真的是organic的 你们在这一方面 是怎么样子来跟 社会大众来沟通的呢 怎样来证明说 这些东西是真的是有机的 如果说你看我们的产品 Organic那边的 你在Jagosa买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放这个是 Certificate Citial Organic 不能够放 明明我还没有拿到证书 但是我现在在申请着 但是一向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方向是很清楚 我们是要organic 所以那些专科 那些顾问来帮的 全部是organic的 帮他们从中 而且水 很多的条件 你必须要符合 organic这个标准 所以从开始 我们已经做了 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个 chop罢了 没有那个 C-Jagosa Organic罢了 但是相信将来会很快 拿到那个Certificate Citial 我想发问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为什么 你们会这么强调 organic这件事情呢 是跟原住民 他们很珍惜土地 不要污染土地有关吗 是他们的想法吗 其实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在他们的观念中 土地究竟是什么 对 你看organic 好像我讲 我们很多不了解 organic 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周围就是他们的土地 他们的森林 就是他们的supermarket 那么他们已经有了土地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不用他的土地呢 是他们最熟悉的东西 他们最有那个能力做的 所以就是这些了解 那么也看他们要的是什么 这样就向那个方向来帮他们 对 还是就是符合了 Orang Asli 他们对于想要保护 他们的土地的一个心愿 对 那现在其实我发现 不管是不是有机的产品 我在马来西亚 其实还特别在加拿大货品 或者是任何一个货品 要买到本地的水果 有点困难 大部分就是泰国 或其他国家进口的 那你们在这个推销 或者是促进本地水果 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想法呢 或者是说也跟他们来合作 来多来做一些 或者是种植一些本地的水果 其实我们已经开始 Orang As已经开始种的水果 其实他们的干风已经有水果 但是你要种多一点来卖 就不一样了 已经开始了 那个是好像有香蕉呢 有木瓜呢 这些本地水果已经开始了 对 很棒很棒 因为我们真的是希望说多可以 就是特别是现在 我们如果大量的去进口别人的 这个水果的话 对于我们马币的这个币值 也不是说很好了 如果我们可以多倡导 或是多生产一些 我们本地的水果 其实对我国的经济来说 也是会有一些好处的 而且又新鲜了 对明白 那其实刚刚Key有讲到说 OA Organic接下来的发展呢 除了刚刚提到的会往 除了是蔬菜之外 也会有水果这样子的一些农作品 那你没有会积极的申请 这个官方认证 Certified Organic的证书嘛 对 除此之外 你们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还有什么是 在这个timeline当中要推出的吗 其实呢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在这个甘邦叫乌鲁公文 但是因为其他的附近的甘邦嘛 也看到了这个效果嘛 所以现在呢 不单是在乌鲁公文 已经在其他的甘邦也开始了 以及在甘邦门来附近的 所以这是很自然的发展 可以讲 人嘛 看到人家做一样东西 做一样生意 看到有效果呢 其他人也会开始问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附近的甘邦也开始了 参与这个农根 种其他菜 那么关于其他地方 我们也是有收到 其他的团体问 说能够帮忙 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可能不够人手吧 因为只是要当一个甘邦 开始是吃了很多的苦 真的是很多的苦 但是那个苦吃得很值得 因为开始他们可能收入 一个月三百四百五百 但是现在大概有四倍了一些 好的时候 他们能够拿到 两千多三千 英纪一个月 已经是很棒 所以其他问 但是目前是 我们真的是不够人手 而且这个甘邦的农根 还是现在又种一些果树了 所以还是很多的工作要做 是 想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这是人手不够啊 这跟我们现在财经的状况 是很像的 我们的团队 所以人手很少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 可以多做一些来帮助大家 那现在其实 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炮砖引玉 那因为也有看到 现在也有一些城市的 可能比较贫穷的人家 他们在做一些城市菜园等等 那就像刚才Kiss所说的 你们可能也想要去帮助他们 但是现在 似乎或许只能够先 就是先照顾好 你们原本在照顾的 这一群的欧阳阿斯利 而且在城市 我个人来看的话呢 在城市有很多的团体 可以帮他们 而且我们在这个欧阳阿斯利 村帮他们的话 我们不是只是说 帮他们种些菜 自己吃 是拿来买的 在产阳格罗斯 我们很多人都熟悉 产阳格罗斯 是很大的超级市场 那个量必须要增加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分行 而且Giant Grocer来讲 是一个很棒的公司 真的是 他们有这个 国家社交财力 来帮忙这个欧阳阿斯利 因为我们已经会 会驾车了 会坐飞机了 他们还在跑呢 所以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机构 没有这些公司 能够减少他们的盈利 然后给他们一些服务 来帮他们重逃 能够驾车 能够搭飞机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公司 有这样的CSR来帮他们 因为我们是一个 social enterprise 不是说一个 国家公司 一个公司 帮他们种菜 然后卖更多的菜 我们非常谢谢 Ki今天的分享 其实今天听下来 我感觉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各个企业 或是各个的 想要帮助这个社会人 其实很重要的概念 是社会分工啦 也不要说 为什么你只帮助原住民 就不帮助其他的B40呢 因为每个人的 这个善心是有限的 我们只能够照顾好 我们自己的领域 其实就已经很棒了 然后听到Mr.Kohn 我觉得他的想法 确实就是根本的解决问题 因为你只是金钱的援助 其实日复一日 那个原住民的生活状态 也是没有提升的 其实今天跟Ki在聊天之后 我的一个感想就是说 在很多的国家都在倡导说 要如何帮助原住民的朋友 那有一些的帮助 他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实质的 可能帮原住民做个电视台 或者是电台 帮他们发声 不是说不好 但是他似乎没有办法 就是很实际的去帮助到 他们的这些民生的问题 而我觉得Ki跟OA Organic 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是 从他们的生活最根本的 这个生存的问题 来去协助他们 这个是蛮令人觉得 可以借尽的 今天非常谢谢Ki来接受 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主持人 开门建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 以及各大的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 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 准时更新 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PM到我们的联署专页 开门建商 我们下次见